请收看 绘律法师 冯雪讲座 什么叫驴脸呢 驴脸呢 因为十二身像里面没有驴子 这叫驴脸 只叫你莫密 密就是不要寻求 不要追求 密辨世界 为什么 当下就是啊 你找什么东西呢 我们一密的话 就把真理化作妄想的境界 以为它是可以追求的东西 其实我们的绝对 佛性就在当下放下的那一念 就是啊 永恒的放下 这它就是了 念念 消归自信 归无所得 那一念就是了 还找什么东西 如此两个 一个仪式人啊 山上啊 叫了一声 想啊 从古初啊 奇怪 我声音在这里叫 怎么会跑到山谷下去呢 赶快走上山下去 去找那个声音 然后趁循密不得 这个念趁字 就是追 追逐 寻找 找不到 又叫一声 喂 又跑到 这个声音怎么跑到山上去呢 山上又响起来了 赶快又追到山上去 这个鱼吃的人 鱼吃的人 就是啊 不晓得这个声音啊 他就是 这样下去 自然的 就是这样子 回生 很自然的啦 鱼吃的人啊 山上叫一声 跑到山下去 他就又找到山下去找啦 就是啊 他当找不到了 然后三下教育生 跑到山上来 山上也找不到了 又追 就是追 追 追求真理 世间人这样讲是对的 可是 学乎的人这样讲是错的 真理不能让你追求的 真理是让你悟的 如是千生万劫啊 只是寻生 主想人啊 只是 跟着这个声音啊 追逐想的啦 声音的尾声叫做想 我们是音响 音响啊 啊 刚开始叫做音嘛 到最后 声音不断叫做响啊 虚声浪死 和愿望 虚声浪死 就是很愿望的 生啊 很愿望的死啊 我们呢 今天的辛苦啊 辛苦得很愿望啊 很辛苦得很愿望 迷惑嘛 颠倒嘛 如若无声 如果你没有这个声音 那就是无响了 那么这个就是无响了 是不是 啊 那么捏盘者 就无闻 无知 无声 为什么 不声不灭嘛 节肌 节中 啊 没有任何的迹象 没有任何的踪迹 若得如是 那么就稍以主是灵防 灵防就是隔壁了 如果你这样的话 才有接近呢 主师的位 捏盘 什么叫捏盘呢 无闻 见闻节肢咯 也无所谓的闻 那就是不以闻上起念啊 无知 不以分别心起动念啊 无声 不以声声上动念啊 节肌 不可追寻啊 无形无相的东西 能够用一个无字啊 好好的 下一番温和暖和的功夫啊 到最后啊 就如火存清了 是用一个无字啊 孝哉解难啊 悟道啊 那么 这是一个无字的功夫 你会不会用啊 会用 用一个无字呢 那更不得了 我把一个字会用啊 把所有的执着都化成无的力量 这个就是功夫了 这个就是功夫了